最近接替墨柳泉出任主板中国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苏利万 今天上午9点55分,大级到达我国访问 苏利万过去曾经由美国国务院派遣来我国学习华语 她是美国政府中同时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北政策的重要外交官员之一 她这次将在我国停留3000到4000,以便实际了解我国各方面的情形 苏利万今天的机场没有公开发表谈话 但是她私下表示,这是一次有一定的访问 她将分别代会我国的政府有关首长 同时她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目前也不会和宋斐建立任何外交关系